北岸案399 台中699 成為許多荷包不深的民眾 出去走走的選擇 但遊覽車事故 政府先把矛頭對準因為太便宜 按照政府的邏輯 難道民眾別選擇 低價團就沒事嗎 觀光局最新迴函近五年內 違反疲勞駕駛被處罰 只有一件明顯跟現狀不合 是我們政府走錯方向 你低價團 你高檔位高檔次的團體 也都會發生所謂的 這麼那個超時的 過勞的這個情形 勞檢力道軟弱 放任遊覽業超死駕駛 車檢也是問題 平科大車輛工程系教授胡慧文說 遊覽車車體施工組裝 想來缺乏監督 新車翻滾測試 還只用電腦模擬 建言多年都是狗廢火車 不僅是低價團的問題 我相信當然還要從車體 然後包括這整體的 司機的氣休衣的問題 或者包括整天 未來整天一天最長的駕車時間 到底可以多長 去年露團火燒車奪26命 觀光局就說要檢討低價團 百年多過去 交通部長還是怪低價問題 觀光局發文業者要求 騙查一日團行程 時間太長必須調整成二日遊 或是強制減少行程 否則必須採用雙駕駛 總是出事才有動作 政府把問題歸給低價 才是最廉價的反應 記者張凱洋 張瀨浩 台北報導